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我是Cat 近日俄羅斯衛星通訊社Spanik 在華盛頓的美國人記者發出了一條推文 拜登毀滅台灣計劃 觸動各方 中國大陸 台灣親共人士增傷翻譯轉發 美台高層回應是假消息 中共也在其中搞混水 台灣外交部2月22日發出正式聲明 稱此消息毫無可信 美國助理國務卿則表示 這是他見過最令人困惑的消息之一 幾天後 中共外交部竟要求美國做出解釋 相關消息甚至衝上微博熱手 直至3月2日 點擊次數已達1億5千萬次 事件來源由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 廣播節目主持人 美國外交政策批評者 加蘭·尼克松 Garlane Nixon 2月15日發推文稱 特發新聞 白宮內部人士透露 當被問及是否還有比新保守主義的 烏克蘭計劃更大的災難時 拜登總統回答說 等著看我們摧毀台灣的計劃吧 美國之音隨後在3月2日接著報導 有關拜登毀台計劃的推文 從2月22日以來 在中國的新浪微博上熱爆 通過中國官方媒帳號傳播的 其中一個主要熱手話題標籤是 美主播報拜登曾說毀滅台灣計劃 這個話題標籤在2月22日創建 累計至2月23日就有超過1億4千萬次的閱讀次數 大紀元記者查閱該推文時發現 有人跟帖向李克松要連結 他再次轉推了自己的推文 有人要消息的來源 他只是重複了來源這個單詞 並且加了一個問號 有人問你能證實嗎? 李克松始終不肯解釋消息的來源 有人不耐煩地說 我們要求你提供一個可靠的消息來源 有網友發推文表示 老兄你這條消息熱爆 因為中國的媒體實際上採納了你的推文 李克松並未做任何的辯解 只是回覆說 每個人都知道台灣要被炸成碎片 有網友轉發了李克松 和俄羅斯官媒關係的消息 並且說難怪了 消息顯示 在俄羅斯媒體Spanik的官網裡 發現了李克松是該媒體 在華盛頓廣播站的記者 而RadioSpanik就是普京的大外宣組織 事實上 李克松本人在1月29日就發推文說 突發新聞 不管你將推文寫得多荒謬和諷刺 總是會有腦殘的笨蛋向你索消息的來源 2月21日 台灣國民黨前立法委員 蔡正元轉發 並翻譯了 加蘭尼克松的推文 稱尼克松是美國華府 廣播節目的著名主持人 美國之音記者發推文表示 網上評論員和有影響力的人紛紛加入 討論隨之而來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楊凡則轉發了一篇文章 提問拜登是否不小心洩露了秘密 還是故意的呢? 該名記者在一系列的推文裏補充 《獨家新聞》實際上是一條推文 2月22日 台灣外交部對此做了澄清 有關前立法委員 蔡正元引述李克松貼文 稱白宮有毀滅台灣計劃一事 說明如下 台灣外交部說 蔡正元引述的所謂 美國華府著名主持人 實際隸屬於俄羅斯國營媒體 Radio Spanek 是總部位於俄羅斯 為俄羅斯官媒 Rosia-Sagonia集團的一部分 Radio Spanek 是依據俄羅斯總統 行政命令成立 為俄羅斯政府擁有 其前身為俄羅斯官媒 Voice of Russia 和 RIA Novosti Radio Spanek 長期以來均為俄羅斯官方宣傳工具 美國法院早在2019年 即裁定期播放電台 WZHFAM 為俄羅斯政府代理人 所以以外國代理人註冊法 向美國司法部登記 Rosia-Sagonia集團 更曾因在俄羅斯戰爭中傳播假信息 而在2022年 延遭加拿大政府制裁 該主持人不止所隸屬的媒體 是俄羅斯官媒 其個人的帳號 也充斥了各種 慫動漫罵美國政府的貼文 顯而異見 並非正常可靠的消息來源 就在台灣外交部 2月22日發布聲明的當日 美國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 助理國務卿康達 Daniel Crittenbrink 在國務院外國記者中心的 一次記者會上 也被問及尼克松有關拜登的委台計劃的推文 美國之音的報導 康達一開始被記者的提問 搞到一頭沒水 他說 或者你可以從我對這所謂的報導的反應中看出來 這是我見過最令人困惑的消息之一 如果你的問題我理解正確的話 這條你努力向我描述的所謂報導 並沒有任何根據 康達稱 2月24日有記者問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美國Talk Show的主持人加蘭尼克松 在社媒發消息稱 拜登曾經警告 美國有摧毀台灣的計劃 汪文斌說 我也很想知道什麼叫做摧毀台灣的計劃 美方應當作出明明白白的解釋 官媒2月24日也紛紛轉載和報導 中共外交部部長助理華春瑩 轉發了尼克松的推文 美方應就所謂摧毀台灣計劃作出解釋的微博熱手話題標籤 有上億次的點擊量 大量愛黨粉紅似乎完全忘記了中共清零封控的痛苦 沒有準備突然開放後一躍爛球 就衣無門火葬牆排棋遙遙無期的悲痛 再次相信中共又對美國和台灣冷咒熱風 以上節目內容 吹才智大紀元記者夏重綜合報導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到前面 再次認識吧 是 請問 Und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